有个很不错的项目,非常不错,我讲给你听,你却以为我在骗你,你拒绝我,我只是少了一个客户,但对你来说,却少了一个改变生活轨迹的机会。 对,所以我从不勉强任何人,你要明白一件事,财富是你的,自由是你的,未来精彩的生活也是你的,我的时间永远只留给了陆志同道合,一起为美好生活奋斗道合作伙伴。 在这个抢钱的时代,哪有功夫跟思想还在原始社会的人磨叽,只要是思想不对的人直接下一个,看不到商机的人也直接下一个,我要找到的是合适的人,而不是把谁改变成合适的人,我也基本改变不了谁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一直都说得很明白,人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,所以大多数人不理解,不认可,不接受是非常正常的。 互联网的天下了,人们天天用手机在聊天通话打游戏,期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商机很少有人发现,你抓住了年薪百万不是梦,你只是要转发分享就秒结到账, 我不可能做到让大部分人都加入,也更不可能去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。 不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,好事物告诉你们,顺不选择你自己决定,我们一直都在这里,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的智慧和眼光,去判断去把握吧,财富只属于有眼光的人。 过去的商业模式,叫羊毛住在羊身上,你在羊身上当然能找到答案,这叫传统的平面思维,现在的商业模式,叫羊毛出在牛身上,住来买单,这叫空间思维,也叫跨界思维,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羊毛出在牛身上住来买单,你偏要去羊身上纠结。 能找到答案吗?每个人,三言聊语能解释得清楚的,每个人都能懂的,那还叫先生事物吗? 一个先生事物,个个都能看懂个个人都去做的,那就不存在二大定律了。 面对先生事物,看懂得赶紧做,看不懂得跟着做,等你哪天研究明白了,财富又下一波了,QQ是免费的,微信是免费的。 但老话腾曾经登上了中国首富吧,默默只是一个免费的聊天社交软件,但是可以在美国上市。 滴滴打车刚出来的时候,乘客坐车不仅不用花钱,还能被借钱。 如果用传统思维的话,去纠结这些问题的话,到下辈子你都解释不了。 这个世界上所有新生事物,都是为那10%到20%的人准备的,80%的人注定就是,做消费者,或者成为最后跟风的。 这是一直以来恨古不变的定律,很多人一辈子求,不是因为没有机遇,而是脑袋永远都不会转弯,不会开窍。 所以很多的亿万富翁都说过一句话,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。 马云曾经在一场演讲会上,非常严厉的说过了一句话,经济学家,是根据以往经验研究过去的,而企业家是研究未来的。 你见过哪个经济学家,成为了全球首富吗?或者中国首富或者亚洲首富也行。 但是有吗?喜欢纠结问题的朋友,用脑子好好想想这些问题,有很多东西,不是你研究就能研究的明白的。 互联网的天下了,人们天天用手机在聊天通话打游戏,期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商机很少有人发现,你抓住了年薪百万不是梦? 你只需要转发分享就了结到这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